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上次我们讨论赘速下降最线的歌 这边换一下 就是换成拳整就好了 这个样子就比较简单 Tangin的话也对 但是这样 就是最后的样子 没那么好看 就这边改一下而已 所以这组曲线就是这样子 但它是这样子走了 或者你把它倒过来看 你这边就是一个轮子 从这边开始 就像一个 就会有 就bike 你的bike会有 那上面呢 这是一个轮子 那这边一个点 就让它开始跑 让它滚动 让它开始滚动 滚动呢 就跑出来的这个曲线 就这样子 Cycloid 这个是 Cycloid OK 所以我们已经解决 那个就是旋转体表面积 我们已经解决了旋转体表面积的问题 那下一个就是minimal surface OK 我现在就是一个线圈 一个loop 就是你用coil 就是你用coil 或是用随便一个线 一个wire 然后做一个loop 就是随便用一个loop 然后你把它放到那个肥皂水 肥皂水里面 它就会产生一个 就会产生一个薄膜出来 OK 小时候有没有玩过 吹泡泡啊 就是这样 就是这种吹泡泡 然后这边就会 跑出这样一个曲面上来 OK 我这个边界 这个随便你折 给定之后 然后这边就会跑出一个曲面 一个曲面来 一个曲面来 OK 然后你撑出这样的一个bubble 这样一个bubble 它一定是这样 面积要最小 如果太大的话 它太重 重力会把它压垮掉 对吧 那这种曲面是什么 那这叫做minimal surface 最小表面积的 有最小表面积 也就是它这样 你才能够撑的它 是撑得住的 太重的话 太重它就垮下去了 所以我现在是造一个曲面 它头很下来是底下这个曲面 OK 头影这底下 这是你的Omega 它这边界 这是boundary Omega 就是这个 OK 所以你这边 你要学一下 你要会算Service Area 所以你的Service Area 就这一部分 它的表面积 S Omega UX平方 加上UY 这边有没有挡住 挡住 OK 对 放到这边来 所以我的Service Area 就是Omega OK 就是微积分的 算那个曲面积分 但微积分可能曲面积分 可能没有交到 有交到 可能有一点点 就是比较少的部分 OK Anyway 就是利用这个时间review一下 就是你的Service 就是你的曲面积分 如果你对那些stock境底 divergent境底 不太熟悉 去看一看 对吧 但我现在只会开一门课 就是开向量分心 OK 所以这时候对这个 对这个而言 我要求它的minimal minimal minimal U 就是我的Z就是U minimal U 所以这是我的Lagrangian Lagrangian 就是这个贝极边函数 是这一项 所以你的Lagrangian equation 你算一下就是这个 PartialX UX UX Square Root UX平方 UY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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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Y UY SquareRoot UX平方 UY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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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于 OK 就直接Direct Computation That's all 那你再把它化解 再把它simplify 再把它simplify OK OK 所以你这边呢 再把它微分 就算一下 得到是相当好 相当漂亮的方程式 UY平方 UXX 扣掉 Beta UX UY UXY 加上 UX平方 UY平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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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そして Ox Travis Equation AAAA OK none linear 而且你看 我这边一个u 有一个平方向 对吧 我这边这样 对你要看u u出现的地方 是有二次方 有一次方 这就是none linear 如果你的方程是看出来的 u只有一次的 包括有微分 没有微分 多少次微分都没有关系 你的u出来的 只有一次微分的 那就是linear equation none linear就是一个直线 就一次的意思 这就是second order none linear none linear的pde partial differential equation 所以这个问题是难的 而且还相当的难 到现在还是 许多人研究的 许多人研究的一个主题 OK 那第二个 这方人是 第一个导出来的是 Lagrange Joseph Lagrange Discovered 它是第一个导出来的 OK 但这个方程是 研究这一名学问 我们不叫做Lagrange problem 研究这个问题的 我们把它叫做 Plato 研究这个 minimal surface 这个问题 我们把它叫做 Plato Problem OK 这个人是一个物理学家 这是一个physics 他每天就拿个线圈 他就吹泡泡 每天就做这个实验 对吧 所以 那因为这样 这个实验就做得非常有趣 让大众都晓得 OK 所以吹泡泡也可以做实验 也可以变得出名 甚至我上次看了 就有人很会这种 吹这个泡泡 那就做 就好像在变魔术一样 还可以 还真的可以表演 对吧 所以如果 数学没有读好也没有关系 吹泡泡 那变魔术可以变得很好 整个房间都是这个bubble 然后就让他好像在这边跳舞 那也是很magic的一件事情 OK 那这个是一个 这个人是fromBerjian 是比利时人 好像那个高原也叫做Plato 什么西藏高原也就是这种Plato OK 这是比利时人 Berjian 还有这个问题是Difficult 那你要做适当的化解 所以 能不能做化解 能不能做简单的化解 因为这是一个困难的地方 所以这时候你还是回到这边 回到这一项 所以你看这个 你利用太二展开式 或者是所谓的二项制定理 就是binomial expansion 所以你这边是有第一项1 对吧 然后第二项来是不是二分之一 你把这个看成是一项 二分之一 UX平方 加UY平方 再加高阶项 再把它接高阶项 所以呢 我现在不要看这个区分 我看这一项 对吧 因为1就是这样 1就是你原先 就是这一部分的面积 1是这一部分的面积 然后你现在是这个部分 你把它绷起来 对吧 我现在是 这是Omega 那你现在绷起来是这个部分 我考虑的是这一部分 这一部分的积分 也就是这一部分 所对应过来的 就是二分之一 对吧 UX平方 加UY平方 它加1 一把它扣掉而已 就1加这一部分 OK 所以呢 我现在不要考虑这个 因为这边又有平方 的non-linear term 又square root is a bad term 对吧 有square root 都是不好的嘛 所以我现在考虑这个 我就把它 Q它 1 over 2 UX平方 加UY平方 BX BY Omega 我现在考虑这个 所以这是我的 Lagangian L就二分之一 UX平方 加UY平方 那去算一下 它的Oil Lagrangian Equation 所以我的Oil Lagrangian Equation 所以我的Oil Lagrangian 所以我的Oil Lagrangian 是UXX 加UYY 对吧 那这就是所谓的Lagrangian 这就是Lagrangian U 等于是等于0 对吧 所以你看呢 我在研究这个minimal surface 这个问题呢 会跟什么 那跟我在 负面里面的 调含是有关系 Harmony Function 是一个Harmony Function OK 那如果你跟 跟那个什么 电磁学有关的话 就是一个 就是跟所谓的 就是这样 静电位那个什么 就是Potential Electric Potential 跟它也有关联的 OK 这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这是一件有趣的问题 OK 所以细节我就不再谈了 这是一个重要的topic 所以我进入到 下一个主题 那我做这个approximation 是有道理的 那这个积分呢 有一个名称叫 Dirishire Indigo 这个积分就叫 Dirishire Indigo Dirishire Indigo 是德国数学家 他的老板 顶顶大名 Gauss 他的advisor就是Gauss 然后底下一个 最出名的学生 Rieman 对吧 他实际上是有跟两个老板 他实际上是有跟两个老板 就是他 他有Gauss 这是Dirishire Indigo 但实际上Dirishire 他还有跟另外一个人 他跑去法国巴黎跟了Fourier 跟了Fourier 然后呢 就这边就一大堆 所谓的歌廷跟学派 就来 然后到二次大战之后 纳粹他说 他征服世界不需要数学 也不需要物理 所以数学跟物理人 都被赶走了 那一赶 赶到美国 对吧 所以你看 就是 你就发觉 数学是有Dynamics 从欧洲 然后就整个移动 移动到美国去了 对吧 所以你看 随便一个人到 随便歌廷跟一个人 到了美国的一个大学 就是一个大人物 就是一个正校之宝 对吧 所以你看 你可以想象 当初歌廷跟是多么的辉煌 对吧 多么的辉煌 很多人就是这样 自己花钱都愿意去歌廷跟 每天去那边跟着 David Huber跟他聊天都愿意 这就是这样 一个好的学术环境 就应该是这样 所以Dirishire 他跟Fourier 他的研究就是Fourier Fourier Series 然后Fourier 那时候就已经这样 发觉说 Fourier Series的收敛性有问题 所以Dirishire就是这样 就第一个 就开始证明那个 复裂的急促收敛性的问题 OK 就是这样 所以整个就是后来 整个分析的发展 就是为了要了解 Fourier Series 就是要了解这个Fourier Series 所以如果人家问你说 你为什么要修高等为几分 给个理由 不能说因为他必修很无奈 我们人是没那么无奈 要有一点 有信心 所以如果有人问你说 为什么要修高等为几分 实际上就是要帮Fourier 解决他的问题 当初Fourier就是 利用分离变数法 然后就解一个 Hit Equation 这个传导方程式 解出来之后 然后就是这样 解出来之后 他终于就成为一个大人物 Fourier就这样变成大人物 年纪大之后 突然之间 年纪大也不是突然 就一个人物冒出来 Koshi 然后在当初欧洲 欧洲 后来欧洲还有这个传统 他被拼到那个 就是Courage of France 法人学院的政教授 要就职演说 要就职演说 到现在他们还有这个传统 所以他就就职演说 他就是要讲什么 讲这东西就是要开创未来的这种 这一门学问 然后Koshi讲什么 就是Epsom Delta 你高尾不是Epsom Delta 或是微积分就开始Epsom Delta OK 他就讲Epsom Delta 那就是跟你讲说 微分不能这么微 积分跟微分不能随便乱掉等等 然后弗里也是大师嘛 对不对 他当然要做到底下作证 听Koshi在那边演讲 越听心肝越怕贏 越听心里面越来越惶恐 如果说微分 对吧 就是你的 就是Integration跟Differentiation 不能这样对调 如果不能这样随便乱对调 那么他以前所做都乱做嘛 对吧 所以听完那个Koshi的演讲完之后呢 Furi 哇 就是脸就很臭 那赶快回去他的研究室 对吧 那就开始拿起他的钥匙 开他的保险规嘛 这帮我家的啦 对吧 把他的东西呢 拿出来 然后就慢慢check 慢慢check check好几个钟头之后呢 才在那边 啊 好家在 好家在 台湾外界好家在 就这边呢 就是还好 很lucky 因为他以前所研究的函数 都是在有限区间 零到二拍 或者是零到一嘛 Close and bound compact set 是不是 那compact set neural function the comeback set 是uniform continuous 他的收集也是 uniform convergent 所以他微分 就是你的微分 积分等等 随便对调 limit跟你的积分 跟你的微分 随便对调都OK 对吧 那这就是 是不是你高尾要了解 是这件事情 对吧 积分跟微分 immigration fn limit 有没有等于 对吧 有没有等于 limit 这件事情有没有 对吧 你再学 然后 我的积分 bx dy 有没有等于 by bx 你在学高等维圈 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 是你要知道的 summation 对吧 那我这边是fn 是微分 有没有等于 summation fn 微分 这些都是serious的问题 对吧 诸如此类的问题 所以我这边 就给你一个理由 对吧 就给你一个理由 你为什么要修高等维圈 就是要解决 Furier 他当初 他乱做事情 你要说 给了高等维圈 才能够给他一个理由 他说 Furier 你这样做是错的 OK 但是他当初处理的问题 是有他的 物理上的直观 他处理问题 有物理上的直观 所以后来他成为 已经成为院士了 成为院士 已经被选为法兰西学院的院士 然后他的论文没有发表 后来他要发表 审查的人有的是两个 Lagrange 跟Laplace 就审查 审查的时候就说 你这不是rigus Mathematical is not rigus Lagrange跟Laplace 就要Furier 改写 去修改 那Furier 你自己看这个故事 Furier 他就不愿意改 因为他已经被选为院士了 对吧 他已经被选为院士了 不再怕什么人了 他就不愿意改 然后他比较年轻 Lagrange年纪已经够大了 他就等 他真的就等 等到Lagrange就死掉了 这样 他就窝约 结果Lagrange就呆了 等到Lagrange就死了之后 他把他原来的文章 一致都没有修改 照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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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直接照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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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Furier 但他有他的坚持 他有他的坚持 他有他的坚持 他有他的看问题的方式 是比较所谓的A primate 比较Science的角度去看 所以到现在我看 人们还是从富裕的这边得到许多的灵感 所以他的著作还是非常好的著作 这本著作叫做《热的解析理论》 OK 所以我进入下一个Session 所以你看那个富裕的重人也是非常固执的人 所以下一个Session 古科定律 好 单白运动 Simple Tandem OK 所以首先还是回顾一下 Classical Mechanics OK 我叫kinect energy 我叫given a particle 那么它的kinect energy 2分之1mv平方 然后它是x倒平方 加y倒平方 加z倒平方 这是它kinect energy 然后我像f是我的force 所以它是一个vector energy是scalar energy是scalar 然后你的force是vector 这些基本概念要弄清楚 那你像温度 那你像温度temperature也是一个scalar 三是个scalar方式 这些事情要弄清楚 F等是它的force 对 三个分量 fx 我这不是 这不是partial derivative 这不是partial derivative 这是我的x分量 x component y component fz ok 那我相信它是conservative 我相信它是conservative 那它是conservative 就是它是某个函数的scalar 它的gradient 它means f 这等于负号的 负的gradient v 所以这边就是负的partial v partial x partial v partial y partial v partial z ok 我们说它是一个立场 是conservative 它就是某个scalar function的七度 它是gradient 所以我的v 我的v就是我的potential function v potential function potential ok 是我的action 所以这就是我的action action 你最好是查一下音音的字典 不要看音音的字典 就是音碳的字典 音碳的字典 就是作用 作用 作用是什么 这中文翻不出来 那如果你去找那个什么 就是 就是那个音音的dictionary 它说action是什么 是一个process 是一个process to accomplish 是完成一件事情 从这边到这边 完成这件事情 它这个整个的过程 就叫做action ok 所以你要查一下音音的字典 音音字典才比较precise 比较精确 中文不是很精确的语言 对吧 中文是的确很不精确的语言 对吧 所以他呢 他现在讲的话跟明天讲 是不一样的 对吧 你这边现在就是 看到这些政治人文 就发觉说 中文怎么 这中文 这些人的中文有问题 还是中文本身就有问题 还是这个人有问题 this man ok this man 我在英文里面跟你讲说 this man 那个是这样 是非常瞧不起的 this man 所以你知道this man吗 ok 所以你可以得到 all your logarithm equation 第七 有三个 partial L partial x dot 選擇 partial L partial x dot 等于0 所以这就是m x double dot 加上partial v partial x 等于0 对yz都是一样 这刚好是牛顿定律 这就是牛顿定律 就是f等于ma ok 就是f等于ma 好就是这边 我们的potential 我们是定义为负号的 对吧 potential的定义为负号是这样 所谓的potential是什么 我把一个指点 从无穷远带到这点 所做的功 对不对 把一个指点 从无穷远带到这点 所做的功 这也是一个负号 你的potential是一个负号 因为它是从无穷远带到这点 所做的功 ok 其他跟 这边x换成y 换成z 都是一样的东西 所以Newton law告诉你说 就是 Ouer Lagrangian equation 成立的一个基础就在这边 是你的Ouer Lagrangian equation 你的最小中央原理能够成立 就是有一个牛顿方程式 作为你的basis 一个基础 ok 所以如果从这个角度而言 我就用所谓的最小中央原理 所谓的Hamilton Principle 跟我的牛顿力学 不多也不少 是一样的 所以你在这边看 并没有看出它的优越性 并没有看出 就是说 Ouer Lagrangian equation Hamilton System 它优越性在哪里 它优越性还要在等 对吧 等到Hamilton也还不够 Hamilton那年代 人家也不认为说它伟大 要等到 等到 薛廷格等到量子力学出来 你说量子力学呢 就是要用 用Hamilton System 用Hamilton Principle 用利用所谓的最小中央原理 它一样可以描述 你知道 牛顿力学是先有实验 才有方程式 那量子力学先有方程式 它不是先有实验 ok 所以 当我们的knowledge 我们的knowledge 就是 就是超越了牛顿力学之后 你才知道它的优越性 所以你现在可能还感受不出来 哈 这第一个是hook law 有没有人看过虎客的画像 因为牛顿非常痛恨虎客 因为虎客常常要跟他要求 你这东西要塞的我 因为虎客做了很多实验 虎客做了很多实验 他要那个牛顿写东西要塞的他 那牛顿就不愿意 所以他跟他有很多争辩嘛 所以你看那个什么 就是 牛顿会讲一句话 他说什么 如果我看得比别人远 他心中的别人就是虎客啦 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头上 他在里面讲的那个就是虎客 所以 牛顿是非常痛恨虎客 所以知道 就是 他就忍了忍 等到那个虎客死掉 跟福利也一样 死掉之后呢 那虎客有那个实验室 他能lab 他就把它烧掉 就放一把火把它烧掉 里面有这个花香 本来就有虎客的花香 都烧掉了 所以你现在找不到虎客的花香 他这个人找到什么样 不知道 你会发觉 这么伟大的牛顿 竟然是心中这么狭隘 OK Anyway 这边是讲说 我的粒呢 是跟我的位移成正比 是linear的一次方 所以 所以 从这边 我的粒 f 就负的kx 对吧 然后呢 所以你这边 两边比较它dimension 我的粒是f.ma 所以你这边可以 我的堂皇系数 k 它dimension 两边做比较 是不是就是m p52 你这边就用f.ma 就是讲边比较而已 checkdimension 所以那个k的dimension就是 就是 你的质量除以时间的平方 k 然后我就知道f.ma 就是m x的二次尾分 doc 拜拜 所以我利用牛顿定律 我就导出这个om方程 所以 Newton law mx doc 等于k 等于-kx 加k 加kx 等于0 这就是你 牛顿方程式 sorry 就是你的辅克定律方程式 所以 你直接从这边 你这边也一样 你最后这边也要check它dimension 这边dimension是m 这边是x 所以 这是二次对t的时间 二次尾分 去平方 要等于k 这是x 这两个k is all 所以我的k的dimension 跟这边弄出来的是一样 必须要一样 如果你的dimension 这边得到跟这边不一样 你一定有something wrong 一定有某个地方你弄错掉 所以这是这样 最容易check的说 你自己到底有没有做错 做对不知道 但做错的已经知道 ok 所以我这是利用牛顿定律 导出来的方程式 那我现在在利用欧阳光队的看法 我这边kinetic energy 是二分之一 mv平方 对吧 x.平方 我的potential energy 是二分之一 kx平方 ok 所以我的欧阳光队 是一样的 跟这个是一样的 mx.平方 double stop 再加上 kx.0 但有时候我们想要问的 如果有欧阳光队 那我就可以导出我的 运动方程式 就牛顿定律 如果说我现在知道方程式 我能不能从方程式里边 去猜出来它的欧阳光队是什么 就从方程式里边去猜 它的kinetic energy是什么 potential energy是什么 能不能看得出来 你学个欧阳光队 你必须要有这个能力 如果没有这个能力的话 你就是瞎子 对吧 我们就变成是瞎子 被人家 抬起来 如果你的老师是瞎子 你就发觉 瞎子带瞎子 圣经里边就有这个话 谁也没错 谁也没错 瞎子带瞎子 所以呢 这边 我把这个方程式呢 把它改写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 你把这边呢 看成是某个函数对x的微分 对x的微分 就对x的微分的意思 那拿什么函数到微分是kx 就等kx把它积分 它是不是二分之一kx平方 那么这一项永远是你的potential energy 我就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你这一项把它积分 对x积分 就是你的potential energy 点多差一个常数而已 这一项是potential energy 对吧 对吧 你这样子看嘛 这是力嘛 f嘛 对吧 然后呢 这是 f等于这一项嘛 所以里边这一项是f乘上你的bx 对吧 你这样子看嘛 力乘上位移嘛 力乘上位移嘛 力乘上位移就是你的potential energy 对不对 力乘上位移是不是你的energy OK 那这一项呢 这一项是加速度啊 加速度 对吧 这一项你始终它的kinect energy 一定是二分之一mv平方 这一项always是二分之一mx'平方 就是你的 这一项就是你的kinect energy 这一项就是 最固定的都不会动 这kinect energy 这项一定是你的kinect energy OK 所以如果你看 你现在是一个newton equation 对吧 是一个newton方程式 那么你的kinect energy 一定永远是二分之一mv平方 对吧 那你的potential 是potential比较不好找 那这项怎么看 怎么看 把这个呢 把这边写出来这样子呢 几分 或者是吧 我把它写成某个函数的微分 对x微分 那么里面这一项 就是你所要的potential energy 你就有那个感觉了 OK 你这项正好是 除上deltax就是你的l 对吧 所以你看l f 乘上你的位移 对吧 通常是s 这项会是energy 如果你不相信 dimension check一下 你的f是不是ma 对吧 七瓜的平方 这是energy啊 这是energy啊 这项就是energy OK OK 然后呢 你看 我这方程是 所以你看 我现在有一个kinetic energy 我的nv平方 加上我的potential energy 按照我们的尝试 它应该要有能量守恒 对吧 或者我们从这边看 我的l guanjin是这一项 我的l guanjin跟p无关 对吧 所以它一定会能量守恒 那我现在不要管那么多 这一项 这就是我的意料 p 它一定是一个constant conservation or energy 对吧 那我现在要check 我check 那你要證明函数是一个常数 就直接微分嘛 对不对 Prove 这Pey的微分 对吧 所以我就直接微分呢 所以是M X 搬一个下来 X二次微分嘛 对吧 这边呢 2搬下来 所以是K X X 然後你同樣都有 x-doc 同樣都有 x-doc 所以就是 x-doc 翻出來 m x-double-doc 加 kx 這是原來的方程式已經等於0 所以這個等於0 所以1就是一個 constant 因為這樣我現在考慮的 我這個函數 我的時間t沒有斷掉了 我的time的domain 是一個connected domain 我現在t是一個connected domain 一個函數微分等於0 在一個connected domain 才可以imply 它是一個constant function 所以如果我現在換一個東西 一個函數微分等於0 它是一個常數嗎 有沒有想過 是簡單的微距分 或是高等微距分的訓練 能不能答得出來 一個函數它微分等於0 它能夠保證它是等於常數函數嗎 你隨便一畫就一堆了 這是1 這是2 這是3 這邊是1 然後這邊是2 然後這邊是0 這邊是0 這邊 你看 01這邊它微分等於0 我現在define的區域是01 01 連體 23 我的函數define在這邊 它微分等於0 對吧 f' f'等於0 並沒有imply f'等於0 f'等於constant 並沒有imply 它是constant 對吧 那你要imply constant 你要加一個條件 我的domain 是一個connected domain 是一個connected domain 那麼你的微距分基本定 你就可以用 我的f是不是就寫成 距分 f的微分dx 那這件事情你看 微距分基本定 你為什麼會對 因為你的domain 是一個連通的 是一個connected的 對吧 這就是你 如果你學 如果你有高等微距分 這件事情 就應該要懂 如果人家問你 對吧 如果人家問你 對吧 答不出來就表示說 你對這件事情 對connected這個 對連續這件事情 還對它不夠了解 ok 所以這就是一個 很好的exemple 這就是一個很好的exemple 那因為我現在 在這邊考慮的都是 一個connected domain 我沒有說 中間把它斷掉 我是一個connected domain 所以我就可以imply 它微分等於0 所以 1就是等於constant ok 所以 我的那個什麼 我的那個 複刻定律 它自然而然就有 就能量守恒 而且你看 這邊重點在這邊 我沒有 我這邊有沒有解為原方程 我沒有解為原方程 我就能夠證明能量守恒 這才是這個地方 這個才是牛頓偉大的地方 對吧 對吧 所以為什麼一個方程式是這樣的 是好的 就是這樣 它給我們的 比我們年輕放進去還要多 所以我年輕放了之後一點點 結果它給我們 透露我們更多大自然的奧秘 所以這個方程式本身是有智慧的 這句話不是我講的 是赫兒子 赫兒子在看那個什麼 馬克思威的方程式的時候 哇 他對他 對Maxwell equation非常的讚嘆 他說 他說寫下這個方程式的人 他就用那個什麼 用那個 好像是淡丁的名著還是水的名著 他說寫下這方程式的人 一定是一個精靈 他怎麼能夠寫出這麼美的一個詩篇 這麼美的詩篇 然後最後他就這樣去證明說 從這方程式裡面去導出那個電子波的存在 然後電子波就是光 它傳播的速度跟光是一樣的 那光本身就是一個電子波 所以光跟電子波就是一樣的 所以他最後就說 他說 最後他就講說 這個方程式給我們的 比我們的 比我們的圓金放進去還要多 OK 好 下次再討論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